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七十六个引导纹修自清他众 前行的皈依和发行跟前面也是一样的 然后真心就像一个独自的母亲 她特别扯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也是同样的 观想前面有一个令自己容易生起悲情的友情 包括自己的母亲或者自己看见过 一几特别可怜的也是病人等等 心里无法安守 心里无法堪忍他的痛苦 在这个时候自己取而代之 将自己所有的安乐 快乐还有幸福这些给予他 尤其是这个众生已经全部都获得了 那么这个上面跟前面有点不同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从比喻上也是应该清楚 一般来讲 母亲对儿子的执著可能比自己还耽著 有些母亲宁可自己生病 但不愿意孩子生病 所以我们自尽他众在众生受苦和自己受苦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愿意自己受苦 但愿众生不要受苦 是这样的 有安置当中 像我住于轮回当中也好 病也好 死也好 无论是遭到任何损害 都可以安守 但怎么也是无法忍受 这些众生漂泊在轮回当中 感受各种痛苦 而对此生起极为强烈的慈悲爱心 很多人都能生起这样的 这些众生真的很可怜的 即使我自己有一些能力 我愿意救他们 我想我们很多 可能学习《入菩萨行论》 这些大乘佛法的原因吧 有些人的悲心应该说 自己再怎么累 再怎么难 这是为了佛养佛法 这是为了利益众生 我个人这一点都是无所谓的 很多人都有这颗心 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从一个有情一直到 所有的有情如是这样观想 那么所有的众生其实希望 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们作为一个今天刚刚发菩提心的 这样一个人来讲 他们的安乐还是对我有一定的责任 无论是损害我 还是饶益我的众生 以自己所见所闻的众生为主 直至遍布虚空界的一切众生 结尾都要修这样的 殊胜菩提心来对待他们 我们现在都是不要想 众生对我没有什么关系的 当然我们如果修行特别差 实在是把这大乘菩提心放在那里 自己做自己自私自利的心 那就没办法的 世间上也是有这样的 有上等人 中等人 下等人 我们也是把大悲菩提心放在这里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那也是可以 不可以也没办法的 佛陀来了也没办法 有些做自利的众生就没办法的 但是真正的一些要求 或者真正的一些原则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对众生 不说完完全全的能自他交换 能自他平等和自行他众 但是至少也是 我们不害众生 我在有生之年当中 我不损害任何的众生 我在我的能力的范围当中 我还是理所能及的 帮助众生 我临时帮助他什么样的 哪怕我在过路的时候 看见有一个众生是不是特别困难 我服一服他 这也是一种行为 如果我有办法 我真的用佛法 可以关注在他心的相续当中 让他暂时离开轮回的痛苦 究竟获得无余的涅槃 这方面我们随时都是要发心 如果我们的能力实在不够的时候 自己也合葬 默默地祈祷所有的诸佛菩萨和传承上师 经常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这样钢墙难化的性格 马上入合起来 马上转变 就像你加持的甘露鱼 马上降临在我心里干涸的黄天 一定要让它开始滋润起来 菩提心的妙芽在我的新鲜血当中 积极很快的时间当中 开发结果等等 我们随时随地 心里这样发愿的话 心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 诸佛菩萨的加持也是极其的迅速 所以这种因缘具足的时候 即使我们特别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 也可以获得诸佛菩萨的 摄持和锤炼 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和加持以后 虽然我原来是一个 特别很恶劣的凡夫人 但是我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的话 逐渐逐渐 我的言行举止有了可能特别大的变化 我饶育众生也不是很困难的 今生来世的话 应该是很快乐的前途也会光明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感觉到这里